嗨 大家好 我是朵依 今天我要吃的是 哈哈哈哈 变态鞋 其实变态鞋底呢 是网上有很多朋友说 很火很辣 特别辣的一个辣条 所以我今天 对它的期待值 和那种实力 都是满分的膨胀了 所以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吗你们 准备好了吗 有 那就让我吃起来了 那我要先吃一个这个 看 它是一根一根的 像黄豆筋一样的东西 我撕开 撕开它就没有回头肉 我确实撕开哟 撕开我的东西包 先闻一下 哎呀 这咬动了嘛 这个出产的地方是江西 所以 它的豆制品应该很有名 所以它的豆制品是好的 这嚼一把银 我觉得这个好油啊 它是那种油的嘛 然后你第一口 撕进去的时候 会点香 然后你嚼过之后 它就会慢慢的 把那种辣会包在你口汤里面 然后你推进去的时候 辣就会慢慢的从喉嚨上来 反正我表妹就上头了 但是我呢 还可以多吃一块 这包它是那种 像粉条一样的一种感觉 这种小的一丝一丝的 是我觉得 所有东西都不辣吗 来摄像头的 你吃点 那你感受一下 糟了 我刚刚现场给我表妹和小刀的吃 他们都是一种 然后最近也拿了一点水 我现在还好没感觉 可能我就是个变态吧 这两个它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会更好嚼一点 就是它不会那么硬 它会稍微绵扯一点 就是要嚼半天 但是如果是饼味的话 我建议吃这个更好吃 因为这个它是饼成一块 可能这个就是它 剪过之后的它吧 这个是叫 名字叫素牛肉 就是跑的牛肉嘛 你一起跟你说 它真的有点像 牛肉的那种形状 这种 这个很像我吃过的 那个牛肉的感觉 这个味道它就是甜香甜香的 比刚才那两个味道要香 这个要淡 就是油味没有那么浓 它们俩是油味要更浓一些 这个我也喜欢 最后这一个 它有点像牛板筋一板的那种 就是很紧的那种豆皮 这个它的质地来说的话 我更 我不认为是吧 因为它有点硬 这个它虽然硬 但是它有嚼劲 有嚼头 然后这个 就是应该 辣众能够最接受的一个 就是这个 我这个上面 它既然说的是素牛肉变态了 我真的是觉得是最不辣的一个 这个它的产品类型 是那种按压的糕点 因为它是 就像工业挤过的那种 它们三个是红化豆制品 我其实觉得它有点烧味 所以我是建议你们可以试 但是不要多吃 不要迷恋上它 所以 你要把这个都吃完了 嗯呢 好吃 也会粗死的 这个很不健康 别吃了 那好了 那今天我就帮你们吃了 四个样式 然后我是觉得 推荐的话 就是这个素牛肉 可以推荐一下 这三个有点烧味 我觉得你们的小微微 是承受不住的 所以你们为了健康 一定要少吃 所以今天我测评 我就觉得 谁跟我说变态呢 我觉得还好啦 就是可能每个人的 承受的辣 辣度不同 我就是那种变态 所以 以后你们就不要叫它 叫变内心里 叫我叫变态朵鱼 好了 拜拜 如果你们喜欢朵鱼的话 也可以关注一下 我的新浪博 带我朵鱼 为点赞吗 好了 ате